德意空難最新消息 墜機前機師曾被鎖在駕駛艙外 週二德國之一班機失事墜毀 150人罹難 現場巡獲駕駛艙語音記錄器 經過調查後又引發一連串的疑問 由於錄音資料顯示 機師曾被鎖在駕駛艙門外 德意航空A320空中巴士 當時載著144名乘客 與6名機組人員 從巴塞隆納飛往杜塞道夫 德意航空是汗沙航空旗下的 廉價航空子公司 墜機前飛機曾急速下墜 8分鐘內從11582公尺 降至2111公尺高 最後墜毀於阿爾卑斯山脈南端 紐約時報報導 一位調查員表示 飛機失事前 一位機師曾被鎖在駕駛艙門外 錄音資料顯示 飛機失事前 這名機師正努力撞門 想回到駕駛艙中 卻無法進去 於是飛機撞山 墜入山谷 機身完全粉碎 無人生還 當局即將召開 德意空難國際盜宴會 德國 法國 西班牙國家領導者 都到了失事現場 表達哀悼之意